三菜一湯 美味响叮噹 煮熟的程度不一样嘛 有一些比较早熟 有一些比较晚熟 就是比较难熟的 我们先煮 然后就顺顺 吃起来就是 刚刚大家一起煮准备 这样就比较好 黄金带 它因为使用包的东西 最好就把它炒干生 等它凉了再包 如果你炒太湿的话 包的时候一 可能会包破二 炸的时候也不好 再会噴水这样子 炸太白粉让它的食材有点粘稠度 你包的时候它都会连一起 包的全都散开 如果太白粉水的话 你夹窝都不好 又有水又有变 又要裹裹一坨就更难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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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跳这个比较肥一点 短一点的 绿色不要有绿色的 如果用沙拉笋来讲 最好就是用绿珠笋 但是用这个乌壳唇也可以 乌壳唇就是比较肌脚 前面一点 因为绿色的唇 就是差不多到五月到六七八月都有 清水就可以了 不是用冷水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点苦味 唇的话只有熟 好像四十分钟一定是熟的了 好 弯着里面的部位 然后倒置着放下去 把它弄开的时候就慢着 比较好拨 这就很好拨 头上面你说有一点可以吃 不要浪费 都不要 把它全都切得干干净净 这个不要 不要觉得浪费 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有时候有苦涩味 就是那个出来 底的部分呢 粗感很粗 我们在嫩嫩的时候 就开始从那边下刀 出来呢 就会很嫩 滚到银人 让它比较有口感 不要切片 不要切太小粒 就是刚刚好一口一个 就比较有口感 比较好吃 稍微搅拌就好了 搅均匀 它的颜色均匀就好了 最后方法冰镇 才会吃起来比较凉 比较好 就说明是凉顺了 肉先煎過菜煮湯這個手法 因為菜常常會用到 有些火鍋都是這樣 如果煮完湯 油不要那麼多 然後先把它蓋起來 煮滾先 小火就好 但是要滾起來 讓它更順口 就是更清爽 新鮮生 煮的小火 煮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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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